清明已过草长 因非外面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中医专家介绍 说这个春季万物生长 机体也是如此 这个清明呢 作为一个重要的养生节气 该如何养生呢 来看 清明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五个节气 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 清明一到 气温升高 雨量增多 繁忙的春更时节就到了 好雨之时节润物细无声 雨水增多 虽然满足了万物生长的需要 但也给人们带来了风邪失邪的清洗 容易出现我们讲伤风感冒 这样的一个问题叫风邪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失邪 这个失邪由雨水增多以后 导致湿气比较重 比如说腰痛背痛 颈椎病的一些复发 包括一些头晕高血压 这些都会在这个季节容易发生 医生介绍 清明时节人往往容易伤感 从中医角度来讲 春季煮肝 心情不舒畅 可影响阳气生发 从而导致内脏功能紊乱 最终引发疾病的发生 大家平常可以通过按摩穴位 达到疏肝理气的作用 第一个学位呢 我想建议大家就是采用一个内观穴 内观穴的按摩 内观穴在什么地方呢 它是在人体的手 手腕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 手腕上两寸 两寸的时候 我们讲中医叫三痕指 在这个部位 一般的三分钟五分钟 这样的 它有酸胀的感觉 我们中医讲究一个配穴 就配上我们的太重穴 那这两个一配合以后 它就起到什么 疏肝理气宽凶 就这样的一个作用 此外医生提醒 清明时节养生 应重在养血书筋 饮食讲究清淡 以清补为主 多吃时令蔬菜水果 同时这段时间踏青时 不宜运动量过大